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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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阿婆选了这间华人比较好商量 经过了讨价还价过后 阿婆就算是买到第三代的价钱了 第一代就是全部政府供应给麻婆海港的官员 他们退休了过后他们就卖 那时候的物价在这一代是蛮贵的 都是十多千 只有花人有能力买下来 所以我的阿公阿婆她在1976年 虽然相隔了好几年而已 但是已经接近50千 买下来这些物质 我以前小时候呢 都是住那种马来士的佛教楼 所以我下来这里的时候 就觉得这种物质蛮有气派的 我生的名字它是长孙 我们海南人很注重的 所以呢在这个地方 我们也办了满夜酒 就在亭宴这里办 那么这段时间呢 不只经过日晒雨林 也是年久失修 就有经历过虫害好像白鱼这一类的 这个地方比较潮湿 当然老鼠 因为我们后巷那边后面的枸杞 靠近那些虫林的地带 甚至四脚蛇都有 其实我在从小开始住这里的时候 发现到很多问题 因为毕竟它是五六零年代的物质 然后后来越来越严重了 屋顶还会漏水 补了一万次还是一直漏一直漏 然后还有水管的问题 太多年了水管是生锈的 喝了对身体不好 然后还有电线 那个电线老旧 而且以前的电线是漏在雾身外面 然后马路上高低的问题 因为我们的家比较旧 所以马路越见越高 所以还会有淹水的问题 其中最严重的 水淹到我们的厨房 甚至是我们的庭院 还有客厅 这个情况很糟糕 我们那时候有时候 半夜睡觉的时候是措手不及 椅子搬到桌子上 还有一些箱子 都搬到高的地方 今天下雨了 食灾 因为水要连到很多东西 你看下雨了 食灾了 你看 我今天跟进度数了 今天下雨了 其实我家在这一路上 有小小的装修过几次 可是都是那种亡羊补牢那种 不然就是补一点点 那边弄一点这边弄一点 然后到我长大过后呢 我就一直想说 有一天我赚到钱 我一定要好好的去整修这家 因为毕竟这是我从小到大的回忆 那我不想让他看他这样烂下去 在后来的时候 我们在大概2015年的时候 就有开一个会议 讲说我们家里要装修 然后就开始在计算 要花多少钱 再问各方面的意见 可是算出来过后 还是没有钱做这件事情 后来我们甚至想说 要跟我的舅舅借钱 这个事情是蛮愚蠢的 借钱来装修 可是不装修又不可以 然后家里又一直在漏水 一直在淹水这样 然后我就跟我家人讲 再给我一点点时间 那我想办法去存钱 去接多一点工作回来 我觉得只要用心 还是可以存到那笔钱 我们装修的时候很多人讲 你装修这笔钱不便宜的 因为你要拆 拆也要有拆工啊 建筑也要有一笔钱啊 你倒不如去外面买一栋 直接住进去 又省时又美观 又有时代感 何必这样辛苦 所以每个人的观点都不一样 那我觉得不是不要买新家 是那些家对我来讲 现在的家 就是白白的一间 风格就那几种 反而没有从小到大 那个年代的风情 或者说现在物质 其实没有什么特色 其实我还是想要保留 马来西亚以前那个年代 那个风格 还有那个历史 虽然造成我们很多困扰 可是我觉得这一切是值得的 所以到最后我还是坚持要做 然后后来呢 那我们终于开始要 在装修这些物质的时候 第一件事情就是 跟我的室内设计师 在沟通整个风格 还有跟所有的承包商 还有建筑商 还有各方面的人 在沟通时间上的排程 我们那时候是算大概一年内 或者半年到一年之间可以结束 所以我们就在我的家的对面 刚刚好没有人住 我们就住了一间家 蛮破烂的 可是我跟我的父母讲说 只是住半年一年 其实还好 那我们撑一下 而且顺便可以过来看工 然后在2019年的时候 我们终于整个开始动工 开始在裁房子 看到这一转一瓦被裁掉的时候 直到没有回头路了 我开始在搬的时候 就有很多感想 因为很多东西已经 很多年没有看到了 因为很多东西我们都藏在厨屋的很里面 然后为了要搬家的时候 就重新把它整理出来 就好像过年大扫厨这样 你会发现到很多小时候的东西 然后还蛮有感触的 就讲 这里是我畜生的地方 很多东西都在这边 回忆都在这边 那更笃定的说 我真的是要把这个屋子做好来 然后到时候把东西搬回来的时候 要放在最合适的位置 而不是以前就是到晚 把那些重要的东西 或者那些有回忆的东西 放在暗无天日的地方 感受蛮深的 毕竟从1976年住了30多40年 尤其是阿公阿婆都在的时候 虽然有一些摆设 一些旧家具是比较过时一点 只不过是那种古老的感觉 那种温馨的感觉蛮强烈的 会感觉到一下子好像将要消失这样 每一间屋子都经不起岁月的考验 坏的东西要拆下来 虽然拆下来也是那一刻 这个东西也是不复健的 从此以后就跟它告别了 可是我们有一个保留的地方 我们有拍下来当时的情景 还可以回味 因为我们在2019年开工 拆了结果没多久呢 就2020年就新年的 那新年过后以为可以继续 结果突然间就政府宣布MCO 这些建筑业全部都不可以开工 我们以为这个东西可能封成一两个月 后来封了将近一年 所以这里大概有半年到一年的时间 是涨满杂草的 这个是我们死掉危机的 从来没有想过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然后那时候我们很沮丧 因为你这样子封的话 材料放在那边有些会坏掉 尤其是一些油气各方面的东西 导致那些我们本来预算好的成本是翻倍的 然后这些钱是我之前没有准备的 那时候我真的很措手不及我说怎么办 这不要做了吗 还是随便做 这是一个很大的难题 这里呢就是我暂时租的家 给我爸爸妈妈住的 很烂很烂 我们以为只是住一下子而已 结果MCO和我家装修 没有办法进去 结果他们两个老人家就住在这里 好像外劳住的地方 停工了大概两个月 因为之前MCO很多东西都听了 很多东西还是坏的 还是还没有修理好 不知道怎么办 不知道什么时候才可以搬回来 所以现在我回到麻婆呢 基本上是有家归不得的状况 让StarPanet听到你们最大声的尖叫 然后送他们四个字 你们可以跟我一起喊这四个字吗 那是最疯狂也最渴望 最美丽的奢望 谁都不能阻挡 决心要奔不顾什么想 到2019年底的时候 我也发生一件事情 就是我演唱会的一些纠纷 然后那时候我要去找一笔钱 来做完我的演唱会 后面又来就是演唱会那边 对方控告我 然后我开始要上法庭 要打官司 输了要赔一千万马币 那时候我是觉得 这好像走投无路的状态 我不知道要求天还是拜地 我不知道要叫谁来帮我 就感觉走到末路的感觉 然后到最后我就只能硬着头皮 但是我就告诉自己说 我要花更多时间 更多心力去做更多工作 那什么广告赞助我都要做 甚至有一些博弈网站 我都有去接 就赶快找到这些钱 然后来补这些洞 不过很庆幸 后来有一些厂商 有赞助我们一些产品 尤其是一些电器 一些家电家具的东西 那他们这些赞助 对我来讲是很大的帮助 不然根本就没办法完成整个装修 那么之前的孩子就讲 不要给妈妈反省 就是由他们兄弟 他们去操控就好 可是孩子都是在外周 那个时候孩子小儿子 还可以从外周 一个礼拜回来一次 可是当他没有办法跨周的时候 那么由谁来面对呢 我们做老母的 就要面对这些 虽然有叫装修老来 甚至设计师 我们还是担心沟通的不够彻底 尤其是一些比较细节的东西 形状 颜色 或者大小 他做出来的东西 不是想象中自己所需要的这样 我不知道该不该讲 有些人可能看到我们的孩子 这样子 你孩子很出名 出名肯定是名利双手 很有钱 所以在这方面 跟我们大大刀的这样砍下去 这个东西不值得这样多钱 可是他把它讲到天价这样子 但我们的孩子又在外拨 我们以为他们讲好了 所以我们这里呢 就付款 过后就觉得不值的啊 可是都已经付款了 怎么办呢 然后有些人呢 就是坑了你 你还不知道 会面对这种问题啦 那我们整个装修呢 是从一个设计蓝图开始的 我跟我的设念设计师呢 也沟通了很多 关于这个物质的历史 建筑的一些材料 文化上的知识 如果你装修一个物质 你不了解它的背景 你用的材料就会错 弄起来就好像四部巷这样 后来我才发现这个物质的 这个建筑风格呢 叫做British Colony 英式啊 还要再加殖民 英式殖民风 所以它会有融合很多 南洋的风情 可是又有英国的一些结构 又融合了一点马来风 又有一点华人的一些元素在里面 因为毕竟这是华人的家嘛 那整个工程一开始 第一个动工的呢 肯定是木工 因为他要把我们的木的家具 还有窗 门 全部拆回去做修复的工作 那装修这家最大最大的难度是什么呢 要怎样在这家里面 还原回以前的那个风貌 因为这个是一个历史古厕 那些旧的家具啊 你全部要把它修复回来 所以你要去找回以前的材料 跟懂得做这些材料的工匠 其实很多人不太了解 以为那些旧的东西应该比较便宜 其实这个才是最贵最贵的东西 因为时代变迁嘛 现在东西都是工厂制造 马上要就是一批货就有了 可是你要找回这些工匠 很多都已经老了 那那些本来就有的 存在的那些旧的家具啊 有些已经刮花了 磨损了 有些甚至有点裂了 我们就特地找了 专门修复旧的木工的专家 来把它重新翻新修复 这个东西非常非常不简单 不能说把它磨掉 然后喷掉就好了 它必须要很小心的 就好像修复古画这样 那整个家的设计概念 除了是银直铭峰 还有这个复古的感觉之外 我们还有很多新的东西 要融合进去 尤其是木工 因为它比较明显 就是内置的一些家具呢 把它弄得好像 跟其他的旧的家具要符合 会觉得好像很冲突很反差的感觉 所以当进来的时候 其实第一眼呢 你看不出哪一个是旧的 哪一个是新的家具 就是这个防止厉害的地方 接下来就到水泥拱 他们做的是整个屋子的主要架构 包括一些地基的部分 还有一些要加盖的部分 还有一些墙壁砖瓦修复的部分 他们必须要打好整个根基 那其他人才有办法做其他的事情 在水泥在做的过程中呢 水跟电都要参与他们的工作 所以我们的这个拉电师傅呢 重新把电线埋进去墙壁里面 然后水方面也是要借完整个房子 让整个系统完善 然后在下一步工作呢 就是要铺瓷砖跟木地板 那瓷砖的部分呢 如果你不做好很多工作 就没有办法在地砖上面进行 在地砖做好过后就到木地板 我小的时候其实是木的 到后来因为白蚁的问题 敲掉然后变成瓷砖 然后现在我希望家里还是保护 木地板的感觉 所以我们也用了稍微比较好的木地板来打造 然后到后面的阶段呢 就是油气的部分 那我们这次油气有分成油气跟喷气 它的难度在于他们的材料是不一样的 我们要找一些专门调色的人 来把这些颜色调成一模一样 那这次整个建筑的主色调呢 就除了白色之外呢 我们也特别选用了Turquoise 这个颜色是很多在复古的电视剧里面 我们常会看到的一种颜色 尤其是那种因知名的物质啊 包括香港的电影啊 星马的一些连续剧啊 可是现在比较少人用 我们现在选用这颜色很多人都觉得蛮大胆 他们一看到就讲Petronas 它是很有气质的颜色好不好 什么Petronas Petronas也很有气质啦 那除了家里的室内的部分之外呢 我们在外观我们也蛮讲究的 因为我发现建筑的人呢 不一定懂得景观这种东西 那在景观的设计方面呢 我们也特地上网找了一个景观设计大使级的人物 很多人以为说种植好像很容易嘛 就种花种树种草 它是需要一些对文化历史的了解的人 而且要对植物有了解 而且要有对美学有了解 他必须要是一个算是艺术的人才 所以我们在这方面呢也很深入的去沟通 然后也让他发挥了他多年来的经验 那所以除了在家的外面 在家的庭院也有 一直到我家的后院 还有家里面的天津都有 这个对我来讲是整个家的一个画龙点睛的效果 东西整个屋子好了过后呢 最后一个阶段就是把修复好的旧家具搬回来 还有新的家具安装上去 那些陪我们一起成长的那些家具 一个一个慢慢做好慢慢放回来的时候 哇 那个时候你就看到整个屋子终于完成 所以日本人 怎么 Joo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这条街呢在马坡呢是大家俗称叫海南街啦 整个风格呢都是属于英知名风 然后尤其我这里全部房子基本上以前都是一模一样的 后来就是有些因为太多年了 有些人已经装修改变 可是它基本上来自就是那个感觉 那这个物质的外观呢 我们就是保持一样的白色的那个设计的概念 它比较高难度的是它的铁工 那个篱笆的部分呢 在英知名的时候很流行的那种铁花 这个年代已经没有什么人在做这个东西 我们到处问找铁匠找那些做篱笆的 也没有人在做这种东西 结果很幸运的 last minute的时候给我们找到一组人 就是叫Build Gates 不是那个Build Gates 是那个很Build 很Beautiful 很Build的Gate 而且他们还宝赞我 然后我也很感谢啦 就是这些公司呢有这样的坚持 做回当年的一些东西 然后把回忆就还回给我们 我相信他们的利润不会很高的这个行业 毕竟你要做这些比较旧的东西 而且比较少需求的东西 基本上生意上来讲是不太划算的 除非只有真正懂得欣赏 colony 英知名 风轻的人才会去支持的东西 所以我希望无论什么行业啦 就是我觉得都要坚持下去 我觉得一定会遇到欣赏你的人 因为我这里屋子呢 其实一路来自一直在淹水的 因为马路比屋子高嘛 所以在我们的家前面会有一个水沟 在这里也会有一个水沟 就是把那些雨水啊 还没有进来屋子之前把它挡掉 这东西是治不了不治本的 因为流到后面呢是正主的水沟 然后它的水沟它不要挖 你还不是一样排不掉那些水 目前还没有下那种豪雨 所以还不知道问题会不会继续发生 希望可以解决啦 因为这个地方的治安呢 平时不是很好 所以我妈妈呢 每次如果有谁来的话呢 她都要在那边偷偷看 是谁来按门铃 那所以因为这种偷偷看的感觉呢 旧人发明了 你可以看到别人 可是别人看不到你的一个系统 这个东西呢就是Smart Lux 这是站住我的门铃系统 我可以偷偷看你 你看不到我 连接中 讲华语的哦 这样马来人来怎么办 连接中 Apple 2 哈喽 哈喽你好 我是来抢劫的 麻烦请开门 OK可以 我可以抢劫哦 现在进来呢 这里是我的玄关的地方 这个空间本来是不存在的 我们是特地藤一个空间 让大家可以在那边 有一个午休的地方 所以我们在这里呢 也做了一个半户外的感觉 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 就是后面这里 就是我跟设计师讨论呢 要做一个小天地 给我的爸爸 他平时也是很喜欢看报纸啊 吹自然风 那除了我爸爸呢 还有两只狗 每天跟我爸爸在那边走来走去 我爸爸在看报纸 他们在旁边转来转去这样 退休的生活就是这样嘛 对不对 大家的幻想都是一样的 那客厅这里呢 最值钱的就是这幅家具 相信啦 很多马来西亚的同学 跟我年龄差不多的 从小也是在这种家具上面 打滚 打架 看电视 做功课 都在这个沙发椅上 这些都是实木的 然后我们也是经过一轮的整修 才有这个样子 不然很多其实都断裂 然后有些破损 然后这里最近就 买了一个比较大电视机 然后还有比较好的音响 让他们可以多待在家里面 不要一天到晚跑出去嘛 所以我爸爸也被我成功的勾引 每晚上会拿一瓶酒 在那边看电视这样 然后我妈妈经常会在这边折衣服 就很整个居家的画面 有没有 在以前呢 那个英国人留下来的这个家 的设计里面 一定会有一个东西 叫做天井 现在的家里面应该比较少看到 所谓天井呢 就是在家里面呢 有一个地方是可以看到天空的 通常以前的人呢 会拿这个地方来洗衣服啊 然后有些还会帮小孩子 在那边冲凉啊 可是现在的物质呢 如果他们有些去翻新老物质的时候呢 就会特地毕掉这种天井的部分 可是我们在装修这些物质的时候 我们就把它弄成了一个 种植的一个景观 让这里更绿意昂然 然后我们也把这个天井的这个旁边呢 改成了饭亭 那在这个吃饭的时候呢 就可以看到树看到花 又有太阳又有自然风吹进来 你知道人生多大的享受吗 这里有一个咖啡机 我爸爸最喜欢喝咖啡 然后有一个烤箱 然后一个微波炉 这三个电器呢 浑然天成的装在这个厨里面 非常感谢Tekka的赞助啦 就是除了这个之外 还有一个洗碗机 还有一个洗衣机呢 这五个产品都是Tekka赞助的 这个东西哦 你不要小看它哦 在马来西亚很多人的家里面 只要你家住超过三代 就会有这个东西 这个是号称 以前古代人的冰箱 为什么呢 它通风 东西不会坏 可是没有冰啦 这个是什么呢 放便当的东西 就是以前的人打包饭啊 什么就会拿住这个篮子 我们都舍不得用 然后把它放下来 变成一个历史的一个产物 这样子 就以前我们过年都会吃火锅嘛 这是以前我们那个年代的火锅 那这里就是我们的饭厅嘛 所以这些座子遗址呢 都是大概有四五十年历史的座子遗址 然后我们也是拿来翻新 除了是饭厅之外呢 也是我们每逢出一十五 或者过年过节的时候 会拜拜的地方 所以祖先就在那里 土地宫在下面 所以这个座子 就会拿来供奉我们的祖先这样子 那这个饭厅的位置呢 我们也特地放了这张长椅 然后你去那古代的哦 那种四合院的屋子啊 或者中国老房子 或者马里西亚 爸爸亚尼亚 那种老家里面 都会有这个木椅在这里 然后在木椅上面呢 划山 不是山划啊 是划山 这个是什么招牌呢 就是以前我阿公呢 他是从海南岛呢 是去到新加坡的 然后去到新加坡过后 他就想要来马来西亚创业 所以他就特地 做了一个很错误的选择 好好心碧三倍不要赚 跑来马坡这里 创业开了一间咖啡店 那咖啡店呢 就叫华山 虽然它呢 是一个很华语的名字 可是他这个咖啡店 专门卖马来产 很有名的 马来西亚很多地方人 听到马坡呢 都会提到华山 里面最有名的呢 就是米万东 还有索豆 还有沙特 所以他的顾客呢 跟他的一些合作伙伴 都是马来人 我们在过年的时候呢 其实蛮多马来人来拜年 这个是我家的一个 蛮奇特的景象 然后那个咖啡店 现在也顶让给别人了 这个招牌就没有再用了 我们觉得蛮可惜的 因为这个是实木 然后这个书法 还是请书法家来洗的 我觉得很有意义啦 这个东西 所以我就跟家人讨论说 不知道我们把这个 破破烂烂的招牌 重新整修过 把木材弄好 然后放在我们的饭厅这里 让我们后代永远都记住 我们今天可以吃到这碗饭 就是因为华山 这个位置呢 本来是我家的客厅 那因为后来后面的部分呢 我们已经改成两层楼了 所以想要把厨房的仪来切面 那这个算是这个家 那时候在讨论在设计的时候 一个很大胆的尝试 因为我们在跟设计师讨论 还要跟我爸爸妈妈沟通 他们很难接受这件事情 那为什么要这样呢 其实有几个原因啦 因为如果在厨房 前面有人来不知道 其实蛮危险的 这个厨房其实它有一个特色啦 就是这些东西呢 很多都是以前 在华山咖啡店的厨啊柜子啊 我们把它翻新过 然后装的这个大理石 比较耐用 我觉得整个地方里面 最有特色的呢 是这个 因为它是以前咕咕咕店嘛 你去海南人的咕咖啡店 他们在泡咖啡的上面 一定会有这个东西 然后上面就会放一些杯啊 碗啊什么东西一大堆 所以我们这里 除了可以用的东西之外 也放了很多 阿公以前呢 在咕咖啡店营业的时候的一些 道具在那边 包括以前的香烟盒 热水壶啊 厨房用品啊 米缸啊 还有一些旧的锅 这样子我们都拿来展示 然后还有一些泡咖啡的工具 煮蛋糕的工具 还有一些旧式的火炭斗 不是电烫斗 火炭斗 然后最终我爸爸妈妈很高兴的 就是因为我家里大概有 十多二十年没有换冰箱 然后我就买了一个 很大的冰箱给他们来 我觉得这个厨房呢 有一个东西很酷 就是那个火炉 现在很流行电磁炉嘛 可是电磁炉很难拿来 这样翻炒菜嘛 可是现在呢 明明这个年代了 还有人去发明 要用煤气的火炉 可是却很先进 第二点 抽风机通常是在上面的嘛 可是它的抽风机呢 是在火炉旁边的 它只能会打开它的抽风机 然后把那个最靠近 烟的地方把烟吸走 很酷的一个设计 非常感谢MEDA呢 赞助我们这个火炉 我妈妈用得很开心 这里就是我们家的历史走廊 为什么叫历史走廊呢 因为我们家里呢 就拍了很多照片啊 还有一些纪念品啊 还有去各国玩啊 一些收集很多东西回来 所以我们为了要收藏这些东西呢 我们特别制作了这个 L型的历史走廊 因为我爸爸 他是一个很念旧的人 然后他经常会收藏很多东西 而且还会标注日期年份 我就决定说 我们做一个历史走廊 把阿公阿婆以前当年 下南洋来打拼的一些痕迹 还有他自己从小到大的痕迹 还有我们三兄妹呢 从小到大的历史痕迹 全部都挤在这个历史走廊里面 在照片的部分呢 我们主要分成四个区了 第一个就是以前黑白的年代 就是阿公阿婆刚刚下南洋来打拼的年代 还有我爸爸刚刚出生的照片 那第二个部分呢 就是我爸爸妈妈结婚那时候的年代 第三个呢 就是不同年份的全甲服 第四个部分呢 就是阿公阿婆晚年的时候 这个不能不提的 就是这里会有 Sony Ericsson Nokia 还有我后来用的Samsung 我连电脑吃点都有 这些都是我们以前用过的 一些小小的电器 乐器 证书 一些文凭 一些奖状 去旅行买的那些观光的纪念品 还有我爸爸在hotel最喜欢偷的火柴盒 那以前不是hotel的火柴盒 现在没有了 他以前都一到处旅行 就会收集火柴盒 就证明他去过那边 所以如果有客人来我们家 就可以看到整个家的历史 就好像一个L型的失控隧道的感觉 这里呢就是主人房 就是爸爸妈妈的房间 之前是很窄很乱的 因为他们衣服真的太多东西 又舍不得丢塞塞塞这样 我妈妈的特色就是塞 然后我爸爸也是很喜欢塞 不过两个人塞的东西不太一样 所以我就决定呢 做一个到天花板的壁橱 给他们塞到爽 我不知道这个东西 还不会给他们再塞爆啦 如果再塞爆再做 除此之外呢 我们还有做了一个 梳妆台啊输出 就给他们两个在那边办公 因为我爸爸是歌唱的评审嘛 他这里经常会做一些 评分的东西 或者是一些参赛者资料 然后妈妈呢 是有做part time的保险啦 所以他有很多客户资料在这里 然后我也特地做一个 美美的梳妆台给他 然后可以给他在那边化妆哦 像一个小公主这样 女人的梦想嘛 就是一个美美的梳妆台 而且我还给到他两个 这个床呢也是特别定做的 因为他们之前的床是蛮烂的 所以我们不得不丢掉 他这个房间还有一个很大的问题 就是他的厕所非常狭窄 因为他本来的建筑的结构就是这样子 可是我们必须要在仅有的空间呢 去让他比较舒服一点 像这样的木箱呢 在我家里面一共有两个 这种木箱呢 现在已经没有人在做了 都是西美中的 然后里面都是放我们的一些宝物在里面 好像我那个里面放了很多一些以前中学的照片啊 前女友留下来的一些纪念品啊 然后像这个厨呢 不要开玩笑 爸爸娘惹时代的那个厨 这个厨是非常非常有历史价值的 我觉得那种在马来西亚如果有玩古董的朋友呢 看到这个厨应该会冲动 这应该是全家里面最珍贵的一个厨 那这里呢就是我的客房 当初为什么要想到要做一个客房 因为其实这间呢 本来是阿公的房间 可是阿公已经去世了 家里还有其他地方呢 都有很多那些小小的古董的东西 不够地方放 那我想要做一个客房出来 把一些古董展示在这里 那有些是真的很多年了 就是那种七八十年的古董 有五六十年的古董 有三四十年的古董 我觉得比较值得一提的是这个桌子啊 这个是我爸爸小学读书用的桌子 全部都是solid wood 我以前的人手工做的 这里是我爸爸的收藏 就是黑椒唱片 那里面有刘文正啊 于天啊 海军吉啊 天采于白痴啊 废玉清 我爸爸最喜欢的 废玉清 因为以前家里是经营咖啡店的 就会有这些1978年的cola cola 看到吗 1979年的7 up 你看到这种收容胎哦 就在泰国鬼片里面才看得到 叹叹 就很恐怖的感觉 里面还有一些老人家的遗物 他们以前的一些帐本啊 文件啊都在里面 然后上面还有他以前的行李箱 还有公司包 还有一些上山他们用的一些帽子 好像道具做出来的感觉 其实就是以前历史留下来的东西 这个厨也是七八十年了 可是我们把它翻新过了 感觉就还是很帅的样子 你看这个厨 你看连衣架都这么老 一看就知道是DIY自己切出来的 然后这里还有一些阿公以前的照片 身份证的照片 不同年代的身份证的照片 从黑白到有一点color 然后到很color 这就是马来西亚华人 当年来这边打拼的痕迹 所以如果那个贼呢 你们想要来我家偷东西呢 我建议你们来这间房间 然后我们的整个厕所的概念呢 也是就是走回以前复古的样子 你看这个墙壁一砖一瓦 就是以前的四方砖 这个厕所呢一开窗呢 就可以看到植物 而且还有这个贝壳的帘呢 是我外婆呢 在四十年前亲手编出来的一个贝壳窗帘 然后跟这个Esteam Bathroom Culture呢 的洗手盆啊 这些洗浴用品呢 也是有很完美的结合 然后非常感谢这个Esteam Bathroom Culture 对我们整个家的洗浴用品的赞助啦 自己打开了没有 这个非常先进的这个马桶系统 Toto赞助的 其实这个Toto这个brand呢 我们经常在高级的hotel 或者一些高级场所都会看到 这是很荣幸啦 就是他们sponsor这些马桶给我们 让我在家里好像在五星期hotel这样 然后另外呢 我们也要特别感谢Mirai Energy呢 赞助我们整个家的太阳能热水系统 这个对我们来讲是很重要的 因为马坡呢 除了供电有问题之外呢 其实供水也是有很大的问题的 它会有时候半夜啊 突然间会没有水 不然就是水会很小这样子 那如果你是用那种传统的热水器 那种发电的话会很危险的 因为它水很小有时候会造成短路 真的很感谢这个Mirai太阳能系统啦 它不只让我们一家人冲凉开心 而且它又环保 而且又安全 这次的整个装修呢 还有一个很大的工程 就是我的家本来是一层楼的 可是因为我们的东西不够放 地方不够睡 然后而且有一点弹丸 所以我就屁股仰盖了二楼 上面就是我的房间 那个地方是每人坐在阳台那边思考人生 看这辈子做错什么事情 就是坐在那边 然后也可以看到外面 然后看到女孩子在冲凉 相对的人家也看到我在看他在冲凉 那这个二楼麻烦在哪里呢 其实第一个麻烦就是要跟政府申请 因为我们这里全部都是单层的 经过蛮久才批准的啦 然后另外一方面就是 在工程上面要打地基哦 因为它本来地基是for一层楼的 然后是要为了要盖双层 只是一小部分而已 可是还是要打地基 不然就会不稳了 还有第三个难度 你盖出来是不是是新的嘛 可是你还要保持好像旧的这样 就要跟其他的本来的主体要融合在一起 那这里呢是我的一个小小的工作室啦 一个studio这样子 因为平时如果回来麻坡 时间不要唱的话要做音乐 还是要有一个地方啦 不可能在马路上面唱 都给邻居complain的嘛 你知道这里很小而已 然后这些就是刚刚我挂好的海报 所以我做一些电影啊 一些专机啊 他们有把它标起来 拿回来也不知道放哪里 我就把它挂在这里 其实我本来的房间 也是长差不多这个样子 当我们想办法要盖成两楼过后呢 这样下面就变成我 露营制作的地方 那上面就是睡觉 来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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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来到我的房间 Yeah 哇爽 谢谢 Emily Lee Malaysia Sponsor我这个床 哇真的太爽了 那我们的这个赞助商呢 Emily Lee Malaysia呢 赞助了我们整个家的床乳 所以我每次会想要回来 就想到这个床 因为回来麻坡呢 对我来讲 就是可以让我好好睡觉 休息的时刻 所以这个床对我来讲 真的很重要 那我的房间的最难的地方 就是因为它是两层楼 那盖两层呢 这里就是全新的状态 你就是要弄到 它跟其他那些旧的部分 要融合在一起 除了把它的这些木材啊 这些橱柜的设计 要考究 那个时候年代的历史背景 还有它那时候流行的家具的纹理 那包括我的床呢 也是仿造我阿公 当年以前睡的床 根据一笔一把它做出来 然后还有值得一提呢 就是我的马桶 就因为这个toto呢 它站住我们全家马桶里面 最贵就是我的厕所的马桶 当你一进去的时候 早上莫名其妙 就会睡眼轻松 走进去马桶的时候 团结那个马桶盖会自动打开 就好像在打开一个笑容 来跟你讲早安的感觉 那我整个房间最神奇的东西 还有什么呢 我现在示范给你们看啊 小欧管家 请关灯 再来一次 小欧管家 请开灯 你看多么神奇 你有时需要楼下啊 你忘记关灯你要回来关吗 在楼下喊上来就可以了 那这次Smart Lux的 赞助我们整个家的 这个人工智能的系统呢 除了可以用电话之外呢 甚至还可以用语音 真的非常了不起 每次晚上的时候 我要睡觉之前 都会看一下一些影片啊 电影啊 所以呢我只要喊一个模式 它就可以帮我 settle这个问题了 比如说 小欧管家 我在 我要看电影 看啦 看就看 吵心一鼓公叫 这次我们装修呢 我也特地就来维护这个 绿意的这个感觉 因为我觉得 我们每天生活啊 除了在家里面之外 我觉得需要一点生计 不想整个家就死气沉沉 然后都是杨灰 都是钢骨水泥的感觉 就有时候看到一点雨水 打在落叶上面 那种心情 当我们决定要做草地的时候 当然会有多困扰啦 比如说有一些虫害啊 果牛啊 下雨的时候那个泥土烂啊 这些问题 都要有新的准备 为了符合这个家 这个colony的主题呢 我们也特地找了很多 蓝洋的那种植物啊 来混搭配合这样子 酱料好像很厉害 其实这些植物都是我们 从小到大 马来西亚人都会看到的植物 那只是要如何把它 那个颜色啊 或者是把它的种类啊 很好的分配 跟摆设 这个是一个很大的学问 那这个家呢 装修的主题呢 有一个很重要的特色 就是这个窗口 那可是问题我们 有些年久失修已经坏了 那有些已经不见了 这一次我们装修又要在家房间 又要在家窗口的情况下 我们就找一些木匠来沟通 要怎样去还原回当初那种窗口 这个是非常难的事情啦 就是后来很幸运的 给我们找到阿平老师 另外一个他的好朋友 也叫阿平两个木匠呢 如果没有他们两个 我觉得应该是蛮痛苦的 我之前还甚至还想过呢 去跟邻居逃 因为现在的人呢 都是拆掉这种窗 装黑玻璃装aluminium嘛 可是后来幸好找到人帮我们做 所以你们在这个家呢 你可以看到很多 银子铭峰的白叶木窗 还有这个竹帘的部分 在这里呢 我们就盖了一座凉亭 那这个凉亭呢 就是给大家 讲自己年轻几厉害的一个地方 在后面那边呢 我们可以做一些烤肉啊 如果有中秋节可以来我家烤肉 其实这个厨呢 以前是阿公 在开咖啡店的时候卖面包用的面包厨 爸爸呢就把我们从小到大的奖杯 包括我妈妈的 我爸爸自己的 我的我弟弟我妹妹的 赢得的一些奖杯放在这里 目的是什么呢 就是耗脸哦 就是要short off给人家看 我也不懂 我也不好意思讲 因为其实也没有什么 我丁多只是 马婆中华中学华语辩论比赛冠军不了吗 冠军不了吗 歌唱比赛季军 这种都敢放出来 我们这种没有拿季军出来的 然后还有我爸爸以前他中学的时候也是蛮多运动项目的 然后听说有些被打烂掉 不知道为什么 因为我小时候顽皮把他讲被打烂掉 他幸好没有把我打烂掉啦 这里呢就是我以前的房间的位置 然后现在变成什么 停车场 因为我们发现到之前我们的车不够停 差不多了可以停三辆车加三辆moto 他这个车房的特色呢就是 他虽然是也是新的 然后可是我们保留了一些铁花还有风砖的部分 就是以前的建筑物会有的东西 然后还有最重要它的特色就是它的地板 它这个地板呢 是你们在马六甲啊 还是KL一些很旧的地方啊 或者去Pinnan啊 经常会看到的这种红地板 然后里面呢突然间还停着一辆很复古的Honda Cup 这个moto已经超过四五十年了 非常有历史价值 然后我们最近有跟他拿来修一下 不然我爸爸每天价很危险 因为它整个设计是很复古嘛 可是我们加上一个电卷门 所以我们可以直接进去 等电卷门拉下来 不然我们才下车 不用下车给人家抢完了哦 才放你进去 这个是我们住在这边的求神之道 麻婆治安不是很好 所以如果你们没有住麻婆市区 你们可能不太了解 Nike也要投 Rebok 都要投 然后Jeans哦 假的Revice 它也要投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这里人 我们一般上会把洗衣曬衣这件事情呢 放在家的前面 可是我这点家很特别 我们特地把它放在后面 因为我觉得是一个礼貌啦 不然人家来你家一开门哦 就看到一个内衣掉在那边 而且还是F Cup 这个是一种侮辱 你明白吗 对别人 我们要有礼貌 哎 妈咪 洗衣服啊 在那个洗衣机的对岸呢 经过了一个小桥流水过后呢 我们就看到一个 一个门 打开来呢 哎 是一个非常混乱的储藏室 里面有所有历年来的杂物 对于那些很喜欢收东西的人来讲 是一个天堂啦 Nike 对我妈妈来讲是天堂 很乱不要拍哦 很乱不要拍哦 经历了那么多 整个多灾多难到最后呢 终于做完了 然后感觉好像有一点空虚 因为毕竟整个东西是 经历了很长一段时间才完成 然后才发现到原来 装修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 是除了钱之外呢 是要花很多时间 心力 对我来讲好像拍完一部电影这样 你知道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部门 然后大家是有自己的专业这样子 看到整个家呢 终于不再是想象 也不再是那个3D图 或者平面图上面的那个设计图 我就觉得哇 总是一切都值得 其实你的屋子都是 处心积力的在策划中 所以每一个地方都有考量 你讲说哪一个地方 我觉得给我是排第一的那种 应该是那个凉亭 这个凉亭晚上的时候 我可以走出去 开着那个手机 哼一哼歌 那么两只狗就会陪伴左右 我也觉得这个情景很不错 很像在画面里面才看得到的那种 就觉得有点采取冬离夏 悠然见难散 我最满意的地方 也就是厨房 这个厨房呢 用这个以前的咖啡店的一些旧家具 我们的摆设品 第二点呢 很先进的那个雪柜啦 这个火炉啦 一半的很先进 住得很舒服 那么呢 另外一半呢 让我们还至少有复古的感觉 保留一些六十年代七十年代的东西 这个感觉上呢 让我们在亲情之间呢 有一种很甩不掉的一种连贯性 一种连细性的一种亲切感觉 因为毕竟呢 我们所看到的每一样 自己做好的一些设计 或者一些摆设 我们的祖先的那个感觉 好像也还是与我们同在 其实这些屋子的建设 是由很多方面建立起来的 我要感谢的是 这些赞助商给予我们的便利 不论是用方面的 洗方面的 都提供了最先进的 所以我这个三八老的 要一样一样去学习 然后从中得到乐趣 在这里呢 我要感谢很多参与这个project 帮我一起完成这个物质的人 包括我们的水工阿邦 电工阿酸 水泥工阿彩 瓷砖工阿兽 还有我们的木工 还有繁星木工 肥瓶跟瓷瓶两个阿瓶 铁工阿亥 油气工阿灵 还有我们的家具阿宅 我们的阿浪和CCTV Mr.U 景观设计大师Alfred Landscape外观工程Mr.Dill 还有木地板我的表姨阿婷 然后还有我们的室内设计师 就是从头跟到尾的阿邦 然后最后呢 我要感谢所有赞助我们 帮助我们完成整个project的朋友 因为如果没有他们呢 可能这个物质就没有办法完成了 第一个是Toto 马来西亚的总代理 Water Lear Emily Malaysia Astim Bathroom Culture Mirai Energy Otogates Bill Gates Smart Lux 跟Teka Malaysia 谢谢你们的帮助 还有你们的支持 让我可以在那么窘迫的情况下完成整个工程 那我也代表我家人的感谢你们提供这么好的东西给我们 真的很享受很好用 很多东西其实用钱你努力赚钱储蓄就可以买到 最难的就是保护 还有本来有的味道 所以为什么我一直要去保护呢 因为对我来讲这些回忆阿 或者这些历程这些成长的历程 或者我们从小看到的东西 这个东西是最珍贵的 因为有人有讲过一个道理嘛 这个人越活是越不快乐的 因为快乐都在过去嘛 然后人越来越大越来越老 身体越来越多病痛 然后越来越多人离开 可是回忆永远是最美的 我是在这个家第一个出生的人 所以我一出生就在这里 所以我这边的一草一木点点滴滴 都是我跟着这个屋子一起成长 然后除了我自己的回忆呢 我家人爸爸妈妈他们的一些东西 我希望除了保存之外 也可以把他们来发扬光大 然后这人家呢 也是对我的爷爷奶奶来讲 是他们来到南洋买的第一间家 所以我希望他们在天之灵 也可以看到说 他的后代有在好好保护这间家 所以很多人一直出钱要给我们买 因为这里真的很方便 黄金地带 可是我们都没有卖 然后我希望爷爷奶奶可以看到 我们在珍惜着这里的一草一木 一砖一瓦 还有家里他们之前留下来的一些遗物 他们创造的奇迹 我们全部都很珍惜 我们的装修都告一个尾身 那么呢我还是牢牢记住 阿公阿婆的一些交代 他们生前有讲过 这个呢是我们最温暖的 我不管是发生了什么事情 这是你们的梗 绝对不给变卖 那这里家呢我也希望爸爸妈妈呢 可以住在那边住得很开心 因为这个装修呢 就是为他们而做的 那我最后我希望呢 可以每一年呢 过年的时候可以回来老家这里 度过每一次的新年 虽然听起来对你们来讲很容易 可是对我来讲是很麻烦的 因为我常年到处跑 那最重要最重要的一件事呢 除了屋子要美之外 家人在一起最重要要开心 不然屋子做得再美 那相处得不愉快也没有用 也希望呢爸爸妈妈呢可以平安幸福 健康快乐 为何时间不能停留 停在最美好的地方 一家人的晚餐 一如往常 幸福得很平淡 我生死理解的呼唤 但你已走到了远方 有太多遗憾 有太多遗憾 来不及对你讲 这是我的老家 伴随着我们成长 很多事已经乘风被遗忘 我尽量去还原 我尽量去还原 求负着一转一望 去拼凑回忆的片段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